公元前1046年 周武王激发在牧野 击败了周武王的囚徒大军 灭亡了商王朝 建立了西州 为了更好的管理国家 周武王将国土分成许多份 封给诸侯管理 而这些诸侯的组成五花八门 有周武王的兄弟亲戚 比如鲁公周公弹 也有灭伤的功臣 齐国江太公 甚至连商朝王室后裔都有份 这其中也有一个不奇艳的人 获得了封赏 他叫胡公满 因为是顺帝的后人 从而得到封地 周武王把现今河南淮阳一带封给他 当时这块地叫尘 因此胡公满就建立了尘国 自称尘公 可惜这个尘国不仅国家小 还经常爆发内乱 传到第十世代时 国家就灭亡了 还没撑到春秋战国的到来 而最后一代君主 陈立公的儿子 归完跑到了齐国避祸 并且隐姓埋名 以雇国国号为姓 从此 这一只就姓陈 这只陈氏家族 后来回到老家河南 并且以河南为大本营 不断繁衍发展 慢慢演变成一只亚洲千古大族 在历史上还涌现了不少名人 比如最早揭竿起义的农民陈胜 唐朝诗人陈子昂 南朝陈的开壮者 陈霸仙等等 而在近代最有名的 莫过于共和国开国元帅 陈老总 说起陈姓的历史 与齐国的田氏离不开关系 在陈国灭亡后 归完跑到齐国避难 在齐国他改姓陈 还娶了齐国大夫的女儿 当上了齐国高官 在战国时期 陈与田的读音相同 因此 归完干脆改为陈姓田氏 并且在齐国站稳了脚跟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 归完的九世孙田和 竟然掌握了齐国的军政大权 甚至取代了江齐 让齐国正式变为田氏一族的天下 从此 田氏齐国登上历史舞台 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可惜秦始皇灭六国之后 田氏又沉寂下去 很多族人为了避难 都改回了陈姓 其中 一个叫田整的族人 迁移到尹川 并且在这里发家致富 著名的陈胜就是这一只 尹川陈氏经过两百多年的传承 慢慢成为当地大族 到了东汉时期 尹川陈氏已然成长为 能够影响朝廷局势的庞然大物 而这一只也出现了许多人才 比如东汉时期的陈石 被誉为当时的三军四长 死后三万人自发为他祭奠 到了三国时期 又一位名人横空出世 那就是始创九品中正制度的陈群 陈群是曹魏重臣 早年却跟随过刘备一段时间 后来投身曹操麾下 在曹魏建国之后 开创九品中正制 并且编撰了魏律 这一只陈氏一直延续到东晋时期 在东晋灭亡前不久才断绝 而就在此时一位雄主诞生 他就是创立南朝臣的陈武帝 陈霸仙 不过陈朝忠情一生都偏安一语 没能打过长江 因此在隋朝建立后 陈朝被隋文帝灭亡 亡国之君陈书宝也因此名扬亦逝 此后陈氏一族沉寂了许久 偶尔出现一些名人 也不过是诗人作家 最光辉的也不过是江州称帝的陈有亮 直到近代江州城市 才出现了一大批军事人才 其中有开国元帅陈毅 以及大将陈庚 以不乏陈景润这样的数学 陈寅克这样的历史学家 如今陈姓已然成为我国大姓 人口高达七千万人 排在姓氏排名第五位 可能周五王也没想到 自己随口封的一个小国 在起千年后 却成为一个大家族 还涌现了不少名人 甚至连皇帝都出过不少 而且陈氏还不止在中国 有着悠久的历史 南宋时期 一位陈姓书生来到越南 参加了当时的科举考试 中了状元之后 被国王召为驸马 结果为陈姓书生 后来以驸马的身份登基称帝 开创了南越陈朝 直到现在 陈姓在越南都是十大姓氏之首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